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欧马 为了在大安捷运站步行只要三分钟的复义旅 它是由670年代的旧建筑改造而成的 但是大家知道了吗 其实它是台湾第一个都更活化的旅馆案例 简单来说呢 也就是期间限定 那为什么它的业主愿意砸重金 在这个看似不会回本的声音上面呢 接下来呢 转让欧马来为你分析一下吧 复义旅呢 它原本是合作金库的旧宿舍 那为了等待就是整个都更的生意过程中 还有去整合附近的一千多坪的土地 所以呢 这个房子就有一段控制的时间 另外呢 因为附近的邻居 对这里的环境都有一定的情感 所以呢 它们在整合要进行都更的时候呢 也会担心 诶 这样子去进行都更 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反感 因此呢 富邦集团就决定 找一亿的资金去进行整个内外的整修 然后保留原本台北这种旧公寓建筑的特色 把这个等待都更中的建物呢 打造成第一间旗下的旅馆品牌 富邦旅保留和库宿舍联动式结构 在建筑结构上呢 数数可以看到 刻意保留的岁月痕迹 中间设计了三个天井 墙囊有充足的自然采光 可以成为展出艺术作品的多用途空间 一楼大厅采开放式的宽敞空间 除了鼓励居民能多多来这里互动 向餐厅提供附近住户特定的优惠 或展览空间不定期举办与社区有关的主题性展览 都是为了塑造更好的邻里关系 富邦旅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是一间如同美术馆的旅店 结合集团富邦艺术基金会的艺术资源 打造Folio Gallery 无墙美术馆 在饭店里有许多艺术品与房客临聚离互动 此外富邦旅还提供艺术家 两个房间可以长期进驻 旅客与特定的时间呢 可以与这些艺术家面对面 而每个房间也有挂像是五月天 蔡爱玲等55位知名艺人 以深邃台北为题所拍摄的摄影作品 其实富邦旅呢它之所以被称为 就是这种期间限定的旅店呢 主要是因为它从2016年开始开幕 五到七年之后呢要去进行度更 那其实算到现在的话 也预计就是可能在未来三年内就必须被拆除 如果我们以富邦投资一亿的资金来看的话 可能要在这个时间内 可以把整个装修的成本摊提完 就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因此呢我们评估富邦的生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第一个呢透过建物的改造 那可以更去拉近更邻里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呢运用自己本身艺术经营的优势 那可以去对未来这个案子的包装 塑造一个更美好的形象 第三呢富邦一方面也是分享看好未来整个观光市场 也因此呢藉由这个案子去树立一个自由品牌的典范 我觉得这里面最聪明的目过于 对于未来整个建案的加分 因为富邦可以透过旅馆来带动大量的人潮 不断的来认识这块地 当大家对于这块地 然后附近的环境都熟悉 进而一步喜欢了 那也就达成他们打广告的效果 如果比起附近其他建案 然后要来干这个销售中心来打广告的话 其实呢现在的富邦旅 它可能就是一个最佳的销售中心 因为它在这边呢 已经更连至少五年以上了 也因此呢 其实比起一开始投资一亿的资金 那可能它前面几年呢 已经有现金流的回收 如果后面呢可以再作为代销中心的话呢 那就是超级省钱又非常好打广告的一个活销牌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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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